也是一樣,我們當然清除 這個其實最簡單就清除 所以你實在不會寫,你就寫個 寫的方法是什麼 for i 等於第2列 到第10列 有沒有,for i 等於2到10 然後呢 輸出範圍的話是什麼 Sales的什麼呢 i列的b欄 有沒有 然後等於什麼,等於兩個雙以後就清除 所以清除的寫法 那我這邊的話直接 其實如果你要找到這裡面按鈕,你可以按右鍵 指定聚集 我習慣是按編輯也可以 編輯的話他一樣會跳到那個Visual Basic 那實際上呢,這個東西放哪裡呢 請各位注意一下,待會如果你要撰寫的話 第一步一樣什麼,我講過喔 你如果要寫 VBA程式的話 請你把它寫在哪裡 寫在模組裡 所以如果你裡面沒有東西的話 那請你怎麼樣 假設啦,原來是 沒有的話 我把它先移除 OK 空的嘛 然後你就進到 我們的那個 這個環境裡面 你可以看到這個就是我們的磚 這個叫VBA的project 那 刮鬍的名稱其實就是這個檔案名稱 那預設是這樣 它裡面就是長這樣 裡面呢 記得喔 你就在這個 範圍裡面按右鍵 哪個地方都可以 插入一個模組就可以了 那再來的話我要寫一個清除的話 寫的方法就是 打一個sub 然後空一格 再打個清除 然後直接 Enter就可以了 它就幫我怎麼樣呢 再產生後刮弧 跟那個 後面的Enter sub 然後按個TAB鍵 打一個什麼 然後 然後做什麼呢 在這裡面打一個 Sales 記得喔 之前同學最容易 範的出就少打一個S Sales 指的就是這個整個工作表裡面的所有儲存格 那 接下來你跟它講說哪一列 第i列 因為它惡到死 逗點 哪一欄呢 B欄 那要輸出什麼 等於 兩個雙引號 這樣就清除了 可是我現在不是要清除 我現在是要輸出 那個什麼 結果 所以你可以拿清除這個 再複製貼過來 把它改成什麼 叫刮弧自串 底線公式好了 OK這個 然後底線 我們輸出公式好了 這個就剛剛講的一樣 那現在的話呢 就是要把 這裡面的公式 丟到這邊來 就可以完成了 不過我建議 這邊有一個 NG的動作 因為你把它清除掉之後 裡面就沒有公式 有沒有 所以 這個動作可能 在做之前 還是要先把公式複製起來 再來做 不然的話沒有公式 你又要再來一次了 不過還好啦 因為我雲端上有嘛 所以我直接把雲端上面貼過來就好了 在哪裡呢 雲端 白板裡面的第 完整公式嘛 就這一串 其實就這一串 Ctrl C 其實剛剛是輸入到這裡啦 有沒有 所以你剛剛如果公式不OK啦 貼上去Enter 也可以啊 這邊直接把它 快點兩下 也有啦 OK喔 所以 有些公式其實我都有把它貼到 雲端板 那如果你錯沒關係 你兩邊 比對一下 你就知道哪邊有錯了 其實說真的也不要浪費直接亂改 其實這個 真的地方 只要是不要 做錯一個小 氣節就好了 所以你一定要 慢慢找到你那個錯的地方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 把這個公式 直接貼到哪裡 貼到這個儲存 這裡面就OK 但是有兩個地方 要注意 第一個的話 我好像前面有講過 裡面如果有雙引號的話 有沒有 那這個雙引號呢 是 怎麼呢 公式裡面的雙引號 那如果你把它貼過來到這邊的話 會跟 VBA裡面的雙引號混淆 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步你必須把 裡面的雙引號變 怎麼 一個變兩個嘛 我講過取代最簡單 有沒有 一個取代的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 把他的 A3的3 有沒有 改成I就可以了 剛剛又做過 如果你實在不知道怎麼做 背那個口訣 有沒有 雙引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加一個I 保證不會錯 那我做一次給各位看 因為 其實說真的 做對 一次就OK了 好 但如果你接下來做 就是熟練度不夠了 那 第一步的話呢 請你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先 貼到 我是建議用記事本 所以你可以找到那個 我們Windows裡面的 附屬應用程式 裡面的那個記事本 這個最簡單 把它貼上之後呢 編輯裡面有個取代 然後輸入一個雙引號 把它變成兩個 這樣子 保證不會出錯 OK 取消 把這一串 複製起來 再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的那個 城市的有沒有 清除 的雙引號裡面 第一關 就完成了 只是說你如果現在這樣做的話 你把它輸出 他應該什麼東西都沒有 有沒有 這樣輸出 因為這A2 裡面就空的 因為他 裡面全部都按照A2的規則 那所以我們必須 把裡面的那個什麼 2的部分 把它改成 改成I 那改的方法 我剛剛講過 雙引號兩個 一到中間 and兩個 再一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 and前後 加空白 好 那 其實後面還有幾個 一個 兩個 三個 有四個 對不對 其實比較聰明的辦法 是怎麼樣 不過 我是怕你們會容易做錯啦 因為這個實際上 雙引號到雙引號 實際上就是 這個原來是2的位置 所以呢 如果你有把握 如果你沒把握 你在做啦 反正你都做熟了 就越來越 不容易做錯 然後把它複製 看到2怎麼樣 蓋過去就好 看到2 把它蓋過去 這樣子的話 做四次 做三次啦 第一次是 自己打 後面三個是用貼的 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所以執行 OK 執行清楚 就有了 有沒有 OK 那請各位試試看喔 瓜糊自串 這個就輸出了 清除 畫面呢 現在 還給各位一下 這個 記得喔 這個地方喔 我先做清楚 然後把這個公式 這個公式實際上就是用取代貼過來 然後最重要是 裡面的那個 2的部分喔 是要把它串一個i在中間 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其實喔 說真的啦 以後你這個熟練之後啦 跟你講 任何地方都可以 用 用VBA執行 所以喔 今天講的這個 輸出公式喔 真的還蠻好用的 因為你 就可以馬上 你的工作裡面 就馬上會有很多按鈕 直接可以ROM 那我是強烈 建議各位喔 反正上班嘛 上班如果有 應該都會用到Excel 反正你就練習嘛 我想你如果多做個 五遍、十遍之後啊 你慢慢就會越來越有心得 然後再慢慢越做你會越覺得 其實這個 真的 沒有那麼複雜 OK 而且還蠻好用的 也就以後如果你要把一串公式 變成一個按鈕 VBA按鈕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這個方法 這個方式喔 主要就是 第一步是如果有雙引號 一定要取代 一個取代成兩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 把裡面的裂號 變成I 來吧 之前的折扭 第一步是